江副秘书长 廖政警 廖委员也质询过 就是说我们这次司法院的预算被我们删了几亿吗 两亿吗 那你们好像要把这个钱也 这个分担到这个所谓的这个法律辅助基金会去 我想这个性质不太一样 因为删的其实是属于业务费的部分 那法律辅助基金会最主要的这个钱 其实是在帮助这些弱势人民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我想这性质不一样 好像不应该把这样的一个压力 把它分散到法律辅助基金会去 是不是这个部分您可以答应 这一步我们一定是等到议算整个核定之后 确定之后 我们再做一个合理的分配 对但是我们希望 我们是说你不能够把它就是把它分配到 对不对 大家平均分担把它处起来 然后呢法律辅助基金会也是算 算一个单位 然后呢一起把它处起来 我想这是不一样的 因为它并不是你们的下级机关 它是一个独立的机关 你们只是一个监督管理的一个单位而已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希望你 那另外的就是同样的 就是说法律辅助基金会 它是一个独立的一个机关 所以其实你们在这样的一个董事会里面 你们其实已经有两席了 只有两席了 不是只有两席 13位的董事里面我们只有两席 对但是就是说 其实里面还有所谓的其他政府机关 政府机关那个派人 我们司法院没办法决定的 各机关他们决定的 对但是今天你法服 司法院你对于法服 它是一个独立机关 并不是你的下级机关 对不对 所以应该保持就是说 它整个其实是应该由董事会 独立来运作 而不是完全由你司法院来控制 对不对 所以因为你们司法院的想法 一直认为说 这是国家的钱 然后是由司法院这边 你们好像从预算是算在 你们司法院的预算里面去 所以你们就一直觉得说 你们好像应该要来掌控 整个一个预算的运用 不是掌控了 我们只能在法定的预算里边 这个请他们好好的运用 对那既然有所谓的董事会 那授予这个董事会去独立运作吗 除非你觉得说这些董事会 根本都不可信任 对不对 除非显然违反法规 或者显然不适当 没有错 所以那个董事会的董事 其实也是由院长清点嘛 对不对 大家提供名单 然后给院长去清点嘛 所以事实上这项的一个董事会 其实司法院应该是可以信任的嘛 那既然这董事会是司法院可以信任的 所以是不是就应该把这个独立的这个权利 回归到整个一个法服基金会 让董事会能够独立去运作 而不是说我们除了董事 司法院有两名董事 在董事会里面以外呢 我们还设有所谓的监督管理的法律辅助 这个所谓监管会来这个监督管理 监管会是依法来设置的 我知道 但是这个部分就是说 有没有必要再去检讨修正的问题啦 对不对 监管会现在外部委员比内部委员多啦 那外部委员其实就能够更客观公正啊 对不对 因为我们当初设立法律辅助基金会 也是民间团体这么多年奔走去催生出来的 目的不是当作理司法院的所谓的疏红的管道 对不对 不是去把那些所有的公社辩护的案件 全部把它弄到法律基金会去 那这个就是达到目的 不是的 当初大家的目的是说 对台对国内的这些的弱势者 他今天要诉讼他没有办没有资历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设立的法律辅助基金会 原来是民间自己掏腰包在做的 我们希望是说 是透过国家整个预算的一个编列 让国家应该扮演起这个责任 来帮助这些弱势者 所以他的精神是在这里 因此在这种情形之下 会有那么多 就是说会有所谓的民间外部的代表 就希望他是一个客观公正的 因为既然他是一个客观公正的外部的代表 就是也是 当然也是在替人民把关 但是也最主要的就是在帮助这些弱势者 他能够得到国家的一个适当的一个辅助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是不是能够把这所谓的法律基金会 变成是你们司法院下面的所谓的下属机关 这是万万不可 不会 不会是我们的下属机关 但是我们也知道说最近这样运作下来 其实渐渐的整个一个法服 变成慢慢的官僚化 慢慢的要养成商议 那我觉得说这就完全背离 当初设立法制辅助基金会的一个精神 但是因为你们有很强的这个监管会啊 对不对 很多东西要听你们的啊 比如我们必须要了解 所以呢监管会 第一个我们希望说你们能够在法律 因为现在法律辅助法正要再修改 所以在这个部分我们希望说你们能够考量 那如果你们觉得说监管会仍然必须要存在 那是不是里面也应该加入所谓的外部委员 而不是纯粹就是你们这个司法院里面的 我们现在九人里面五人是外部委员 但是这个部分还是不够啊 对不对 因为九人五人 你说那个监管会里面 外部委员就有五位 我们内部只有四位 所以有专家有学者有律师 我想这个部分是不是再去考量了 就是说是不是有必要继续存在这样一个监管会 所以主要那个预算里面 我们是希望共同性的我们是比照我们相关的机关来之用 主要是这样子而已 好那是不是我可以请那个我们的那个林董事长 林董事长 林董事长好 林董事长好像是我们在当然法福呢 现在就是说在这个审核所谓的无资历的认定的标准里面呢 把那个所谓的部分辅助 还有就申请了财产不予扣除或记录显示公平 这个部分把它删掉 所以就造成很多的人 他在这个边缘的或是像说这些的卡债主 他要护担很高的这些的卡债 所以你把这些东西删掉之后 他们就得不到补助 或是说他每个月必须要出租这些租金等等 这些都没有办法扣除 那以至于造成就说很多人他没有办法受到协助 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跟委员报告 因为在第三届董事会的时候 曾经针对部分辅助的部分把它删掉 后来就这个部分呢 又改变了 你说现在已经有了吗 现在有 现在有无论辅助的部分 现在有 这样子这样 因为我所听到的讯小王不太一样 没有问题 好那如果说你那你回去了解一下 那他现在就说他如果有一些要扣除的 这个就说他申请的财产要扣除的 就是说有一部分 因为我们也看到说 现在你不会去记录到 譬如说跟他没有住在一起的这些的配偶 对不对 或是一些的家属的这些的财产 把它列入到可供 口供处分的财产 那这其实是不合理也不公平的 因为我们看到说 对于低收入户 他的补助就绝对没有问题 可是我们台湾现在最多的 其实是在那个边缘的这些人 他得不到任何的福利 然后也得不到任何的辅助 那这些人才是真正的我们需要去辅助的 那这部分到底有没有可能放宽 还是说你们现在已经放宽了呢 这个部分现在是 如果是 虽然是同一户 结果是对立的关系 那这个时候当然会扣除 那如果不是对立的关系 他是同一户的 本来就是合并计算 可是他们已经好久都没有互相往来 对不对 我们现在看说 好了 即使兄弟姐妹大家互取在一起 可是大家都不相往来的也多的是 是啊那你说把兄弟姐妹的财产都算到我的财产里面去 我告诉他 这个部分如果 呃他有具体的室友 那我们这个部分我们是授权审查委员来决定 所以你是说有弹性的 有弹性这个是审查委员可以斟酌 因为这部分我所谓的讯息好像不太一样 那我再查证一下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呃现在就是我们法服务基金会最主要的就是说 能够给这些弱势者提供有效跟及时的一个法力辅助嘛 那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呢 我们当然希望是说 是不是能够有更多的跟民间的团体的一些的沟通的平台 那定时尤其是你们所谓的发展委员会 那这些的发展委员会 他是不是能够把这些的名单 发展委员会的名单 然后定期的公布 那以及他们的会议的资讯 那这个会议的记录都能够上网公告 这个可以吗 可以 因为这个发展委员会部分以往 呃就是开会的次数比较少 那我也希望说 呃他们发展委员会 呃所有的专门委员会都能够比较常开会 然后呃能够那个 及时广益啊 对我们是希望说能够跟民间的那个沟通平台 能够建立 你知道说很多的民间 其实就是你们所谓的辅助民 弱势民 这个人民的这个管道嘛 因为很多的人民不见了 他能够知道说有法服这样的一个管道 那另外呢我们也看到说 好对于这个所谓的专案的这个部分呢 因为其实在这个100年跟101年的时候 那时候你们法服基金会有跟我们的本委员会报告说 你们要研理所谓的家世纪少年 还有这个家务清理的这个所谓的专科的法律服务中心 那现在我不晓得说从100年到现在103年了 当然就说102年 那我不晓得说你们这个到底是规划了还是没有还是怎么样 因为当然我们知道这中间董事长也换人了 然后那所以在这里就是说 一方面是家世 因为现在有家世法院嘛 对不对 然后家世建法也都整个全盘的修改 所以对一般的人民其实不是那么的了解 所以呢你们对于律师是不是也全部都了解 也不见得 所以我们是觉得说像这种族比较专业的 是不是应该有专案的律师 尤其像说好家暴的这方面 那或是性侵的不是每一个律师都适合去办 因为其实他如果律师不懂的话 也很容易造成恶毒的伤害 所以我们那时候也希望是说 你是不是能够有一个 不管是一个中心或是一个专案等等 那这些部分就是有这些所谓的专职的律师 他能够就是经过训练之后 能够去专门的去处理这些的案件 那我不晓得你们这个规划现在如何 这个跟委员报告 在当时在第三届董事会的时候 曾经讨论过 对 那讨论过以后发现说 第一个 究竟是有什么人有权利来审查 他是不是具有某一方面的专业 那这部分会涉及到很大的问题 所以就是希望由全国律师公会联合会 来规划设专业律师证书的审核 那经过训练考核以后 发给他专业律师证书 然后如果一旦有这个专业证书以后 法府基金会就全盘依照 全联会所颁发的这个来认定 那本来就是规划这样子 那结果全国律师公会有在规划好像没有 有 有吗 那个本来在我担任理事长期间 本来就是一直想要通过 结果有少数的理事认为说 诶 你这个委员 审查委员有没有资格来审查 他们就认为说这个部分有问题 他一直针对这个部分一直在质疑 所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通过 但是我相信最近最近那个12月的时候应该会再提出来讨论 我想我们这部分也可以去参考 像说医师公会他们其实都有所谓的专业专科的医师嘛 对 那其实我们的律师公会也应该慢慢的有这些 我们就是朝着这个方向走 对 所以这个部分我想是应该在努力 那另外像说我们现在原住民专业的法庭也成立了嘛 因为同样的法官也面临到哪些的法官他具有专业可以去审理当作原住民的法庭的法官 或是我们的家事法庭的法官 一样都会面临到说专业怎么样去评定的问题嘛 所以我们希望说这部分是不是能够加紧脚步 我们会积极 好谢谢